三百戒边,边边是血,边边是泪,边边是心思,最后关头蓝忘机冲破符咒,把魏无羡护在怀里,可,终究迟了,看着昏倒在怀里的魏无羡,蓝忘机的指尖掐进肉里,滴滴鲜血滴落在地,终究是自己太天真,以为给了他一个假,却把他送入另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三百戒边伐臂,蓝忘机抱着怀里的人站起来, 没有一丝表情,浑身力气,让任何人不敢靠近,恐被撕成碎片,行至蓝启人面前,毫无感情地道记得你答应未应地便抱着人急驰而去,蓝启人正了正,忘机他是连叔父都不愿叫了吗?或许,自己真的做错了吧,竟是,把浑身是血的人放在榻上,颤抖着伸出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蓝忘机好怕,真的好怕, 他怕这人无声无息地在自己怀里没了呼吸,叹到弱不可闻的呼吸,心里一紧,跌坐在地上,蓝启尘也赶了过来,看着弟弟魂不守舍的样子,二话没说,拉起魏无羡的手,开始伏脉,兄长,魏英怎么样了? 忘机,本来那天给魏公子服下还魂丹是可保卫公子三个月无忧的 这几天,魏公子的身体也大有好转,几乎没再发过病,可是,今天被刺激,又犯了病 他挨的不只是戒鞭啊,挨戒鞭的同时,他还正犯着病,忍受着双重的痛苦,恐怕,恐怕撑不了多久了,蓝忘机身子一歪,嘴角一穴,心反复,碎成千万片 忘机,我先帮你处理伤口吧,这界边留下的伤,话未说完,便被打断,不用,兄长,你回去吧声音里明显地疏离 忘机一定是在怪自己,怪自己没有劝住叔父,怪叔父伤了他心肩肩上的人,这一次,真的要是去弟弟了吧 蓝希沉叹了口气,转身离开,蓝忘机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反正心已死,也不会疼了 除了魏英,没有什么能让他在乎的了,木娜地站起身,转身出了静视,打来热水,开始帮魏无线处理伤口 看着那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蓝忘机还是变脸了 颤抖着捂住自己的胸口,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魏无线整个后背没有一块完整的 整个后背皮肉翻卷,衣服和血肉已经粘连在一起,蓝忘机不得不用剪刀一点点剪开衣服 再用柔软的布巾轻轻拭去那些血肉,擦拭完毕又上了药,每清理一个伤口 蓝忘机都用嘴轻轻呼气,怕把那心肩肩上的人弄疼了,虽然他也知道 现在的他,也许根本感觉不到疼了吧,做完这一切,已过了好几个时辰 蓝忘机就这样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人,哪还有一丝哑症 哪还是那个佼佼君子,则是明珠的韩光君 咚咚咚,静视地门响了起来,蓝忘机不想答应,也不打算去开门,还是那样呆坐着 韩光君,韩光君,我是思追,你开门好不好,我想来看看献哥哥,思追 是思追,对,卫英最疼思追了,他现在一定想要思追陪他,蓝忘机连忙去开了门,思追 卫英他最疼你了,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你去 去叫他醒来好不好蓝忘机居然带着一丝祈求的语调对思追说 韩光君,献哥哥最舍不得的人是你,我帮你清理伤口吧 你也不想献哥哥醒来,看到你这样不爱惜自己吧,那样他会心疼的 对,对,思追,赶紧帮我清理吧,我不能再让卫英为我担忧 为我心疼了蓝忘机,好似已经疯魔 如果没了卫英,他也不会再继续活下去了,松风水月 蓝启仁到现在还记得,忘机离开戒律堂是对自己的态度,那语调 好似再跟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说话 兄长,我做错了吗? 西尘和忘机一生下来,你就闭关不出 把他们兄弟俩交给了我,我终身不娶 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他们身上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下去见到你,可以骄傲地告诉你 其人不负所托,可是到头来,我终究错了 我原本只想吓吓他们,让他们知难而退 却不曾想,把两个孩子逼上了绝路 罢了罢了,换来门声曲,叫西尘过来见我 叔父蓝西尘拜了一礼 西尘,忘机怪我,我知道你心里也在埋怨我吧 折不赶蓝西尘也是明显地疏离 我以为我对你们的严厉是对你们好 到头来,却换来你们一个两个的疏离 嗨嗨,嗨嗨可嗨嗨蓝起人的胸口一阵阵闷疼 伸手从广秀里,掏出一个白玉瓷瓶 递给蓝西尘去吧 把这个拿给忘机,叔父 这是,这是蓝毅前辈留下来的 是当初抱山散人送给他的 可救人一命 百来年了,卫英那小子也是抱山散人的徒孙 现在用他来救他 也是一种缘分把蓝起人感叹道 其实他也没那么讨厌魏无限 甚至还有点欣赏他 只是他跟谁不好 偏偏要来动自家的白菜 哎,谢谢叔父蓝西沉积动得到 卫英有救了 自家那弟弟也就有救了 别高兴得太早 这要也就只是能暂时救他一命而已 他那一副身体 嘖嘖 忘机以后有得瘦了 再一个,这要也只能保他两三年 你们还是要去另寻他法 才好蓝起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感觉累了快走吧 我也法了 别在这影响我休息了 是 西沉黛忘机跟卫英谢过叔父拜了一礼 脚下生风地往静视而去 静视 四追帮蓝忘机处理完伤口就退出去了 蓝忘机来到踏前 把人轻轻抱在怀里 怀里的人安静地睡着 不像以往那样 总是面露痛苦 呼吸微弱的几乎快没有 手软软地搭在床檐 蓝忘机流着泪 低头亲吻着他的眉 他的眼 他的额头 他的脸颊 最后再到他那冰凉的没有一丝血色的唇 卫英 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上穷壁落下黄泉 你在哪 我就在哪 再不会让你孤单一人感觉到怀里的人正慢慢地没有生气 这一次 蓝忘机反而释怀了 卫英前世就那么苦 这一世重活 还是没逃脱 他那么拼命地想活下去 不过只是怕自己难过而已 他的身体那样 每天都要承受尸骨的疼痛 自己不能那么自私地把他留下来 忘机 忘机 快开门蓝西沉低声换着弟弟 兄长 你走吧 我没事 我就想最后再陪陪他 蓝忘机知道兄长一定是来劝导自己的 撇了心地不去开门 哎呀 忘机 魏公子还有救 快开门 兄长 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担心我 可是对不起 忘机 我没骗你 叔父刚才给了我抱山散人留下的药 可就为公子一命 抱山散人 蓝忘机喃喃着 突然瞳孔猛颤 急不上前打来了门 真的吗 兄长 恩蓝西沉把药放在蓝忘机手心 好好耐聞 留意计图 您 对不起 吗 对不起 有没有 对不起